在開始要上反快構造學說 要上反快之前 我們要先講 大陸飄移 大陸飄移 大陸飄移的顧名思義就是 陸地會動 陸地會飄 現在就把 現在我們都把 大陸飄移學說功勞 歸給韋大哥 但是在韋大哥之前 有別人講過類似的話 那個說姿勢就是一個活腿先生 他就說過他覺得 那個大西洋兩岸好像是可以在一起 一天再一塊 所以大哥也說過類似的話 還會大哥說好多話 啪啪啪啪啪閃一大堆 閃一大堆 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疑心地啊 什麼什麼的 這些大哥 這些大哥都曾經提過類似這種 陸地以前在一起 然後後來分開的想法 但是呢 我們為什麼把功勞都給韋格納呢 因為他們都隨便說錯而已 信在公眾 但是韋大哥有提政經 韋先生有提政經 韋格納先生說 兩億年前 呈現陸地第一大塊 叫做韓谷大陸 然後會把它分作 那個南北的 甘瓦那跟勞拉西亞 那這樣 甘瓦那跟勞拉西亞 你不用被 你不用被甘瓦那跟勞拉西亞 你只要記得 審判叫做所謂的 盤谷大陸就好 所以韋大哥說 兩億年前 陸地新大塊 好 這個叫做盤谷大陸 然後後來就各自分逃 彼此分開 然後最後變成現在樣子 就是韋監生的大陸飄移學說 陸地以前原來在一起 然後後來呢 飄走離開 然後變成現在最不合計 這是韋大哥的講法 好 這就是 兩億兩千 就是當初的兩億年前 然後到了一億三千百萬年前 然後到了六千百萬 六千百萬稍微清一下 但是恐龍在這個時候 終生在結束 恐龍大陸 就是六千百萬年 然後變成現在 然後我們現在科學更進步了 我們研究的東西更多了 找到資料更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更早之前往回推 好 這個是從 大概七億多年前 一直推拉拉拉拉拉 現在 這個單位是百萬 上次單位是百萬 所以七百是七億的意思 然後大概是兩百的時候 大概是兩億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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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大概是兩億年前 只是從七億年前一直到現在 整個陸地的變動 根據我們所得到的資料 有畫出來的 OK 好 那我們講過 重點是韋大哥有提證據 韋大哥有提什麼證據 第一個 就是大西洋的兩岸 非洲跟南美洲 好像拼圖一樣可以接在一起 好像拼圖一樣可以接在一起 拼圖一樣可以接在一起 拼圖一樣可以接在一起 正好形狀吻合 如果你找的是 那個 那個 海洋中間去拼的話會更好 因為表面可能會受輕視 可能會不太一樣 以上這樣沒有就拼 拼得好 然後這樣子還可以拼別的地方 東拼拼西拼拼就拼出一堆 拼出一堆 這樣就拼成這個古大陸的地 古大陸的地 反正古大陸 好 就是第一個證據 地形上吻合 像拼圖一樣 啊老師啊 那個只是一個 這是一個臭巧 這是一個臭巧而已啊 這是臭巧而已 剛好一個拼一個拼嘛 沒有什麼 不只是這樣子 不只是外表上形狀一樣 好 非洲南美洲 這些都有冰川的遺跡 冰川遺跡有一種是它的冰川的化石 我們說過了 冰 對不起成績 不是冰川的成績物 我們說過了冰川的成績物叫做什麼 冰川到最後化掉 所以要留下成績又叫什麼東東 36有嗎 沒有36 17有嗎 沒有17 7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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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冰川的 成績物 冰氣室很好 冰氣室 有我說過一句話嗎 冰川在輕蝕的時候留下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平面 這個刮痕可以顯示冰川的走向 我就會把這些冰川接起來 接起來 把它原來是在一起的 原來是在一起的 上面是現在的樣子 像是接回來之後 哎呀它不只是形狀上剛好接起來 冰川也怎樣 冰川也可以接起來 冰川 冰川的插痕也可以把它接起來 留這樣接起來 然後到這邊 把最尾巴會留下成績物 所以表示不是剛好湊巧而已 冰川也可以接起來 叫冰川的證據 冰川的證據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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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同 韓代仰屎豬的煤塵 煤塵 非洲不是韓代啊 非洲不是韓代啊 印度半島也不是韓代啊 可是它現在却同樣都有 韓代植物的 所形成的煤塵 表示它以前在韓代 現在跑到不是韓代的地方 煤塵也可以當作化石啊 因為煤塵也是生物變的 化石的證據 化石的證據 你們在學過生物就知道了 演化論曉得 如果它相隔兩地 所以演化是不同的品種嘛 然後就不同 所以不一樣 可是我們卻在大西洋兩岸 發現同樣的品種 可是呢 不會渡海的東西 比如說蝸牛 不可能蝸牛在非洲跳海 游過大西洋 然後死在南美洲 然後變化石 沒有 這樣不會這樣 那 這些東西一堆 今天他們誰一堆 什麼蝸頭龍啊 什麼蟲龍啊 還有什麼 蛇羊指用植物啊 這個植物的種子 又大又重 也沒辦法飄洋過海 可是現在兩岸發現 同樣的化石 表面以前怎樣 以前在一起 後來才分開 後來才分開 化石的證據 化石的證據 OK 還有 有 地質構造的證據 有一個大折獸 到非洲這裡灌掉了 沒有了 在南美洲可以接起來 可以接起來 地質構造的證據 上面這個 上面就顯示了 這個構造可以在礦賣 這個礦在這邊灌掉 上面就把它怎樣 直接回來 好 礦賣的證據 要地質構造的證據 地構造的證據 好 這個字 下面一個也算是化石 但是不一樣 也變成是熱帶植物的化石 隔壁南山是冷的啊 然後去有熱帶植物的化石 以前怎樣 以前是熱冷 現在到冷的地方了 好 以上所說的證據 你不需要完完全全 一個字左右的背下了 但是你要知道大概有哪些證據 我提了地形的證據 我提了冰川的證據 提了煤塵的證據 提了化石的證據 提了地質構造的證據 考試題目有人會考 下列何者是 或者下列何者不是 韋德納大陸漂移的證據 所以你要看過去哪那個印象 大概有哪些證據 這就是 所以韋大哥提出了種種的證據 證明 以前陸地是一大塊 後來再各自分毫 各自分毫 好 那這個學生當然是 轟動無倫 嚇到慢狗 一出來之後就做到很大的 激烈的討論啊 可是不久之後呢 就沉疾下來了 為什麼沉疾下來了 因為韋大哥沒有辦法解決 這四個字的問題 動力來源 你告訴我大陸會漂移 你跟我講他為什麼漂 這地那麼大那麼重 為什麼會漂 韋大哥本人認為 這不為他懂 他只要告訴你大陸會漂就好 為什麼會漂跟他沒有關係 但是呢這個學說就沒有辦法告訴你他為什麼會漂 但有一些人幫幫他提出一些神奇的解釋啊 包括什麼地球自然的離心力啊 海浪胎的力量啊 多神奇啊 但是通通無法解釋的通 所以這個學說就沉疾下來了 因為無法提出大陸會漂移的動力來源 一直要到後面 我們這樣到後面就知道說把它解決掉 就是所謂的大陸漂移學說 注意一下韋格納所曾經提過的證據 到底有哪一些內容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